各位北风的网友大家好 这里是北风网战线培训 下面呢我们来看三场VIP消费情况查询系统的第十一讲 如何提升项目安全性 好这一讲呢是我刻意把它提出来的 因为我们平常在做项目的时候经常有这种不安全的这种操作 是吧或者说我们这个项目根本就没达到这种安全级别 但是并不是说你提升了这个安全级别就一定 这个黑客他就一定黑不到你也不是的 但是可以起码可以减少他的这个什么黑的次数 或者说怎么样黑的少一点是吧 好我们首先来看我们这个项目这个安全性如何 我这里可以说我们这个项目毫无安全性可言 毫无安全性可言 现在暂时就是说 在这个安全性方面 很欠缺 我们下面来看一下 哪些地方有欠缺呢 把这个服务器启动一下啊 稍微等待一下 好启动成功了 这时候我打开一浏览器 然后呢我浏览这个index.html 大家知道以前的话我是通过所谓来控制的 我是通过这个里面index.js 我在这里面是这样排挤的 好这个字体大小的话设置一下 我以前呢在这个里面有两个window 一个是呢我这个主窗口 一个呢是这个登录窗口 是吧 在这里呢我让他们两个都在秀 这里呢也有一个秀 mainwindow.show loadingwindow.show 那么这两个 我们肯定是让这个用户登录窗口 怎么样 这当它关闭以后 你才能够进行下面的操作 所以呢 我们是在这里是加了一个什么 通过加一个modern等于 show来解决了这个问题 是吧 我刷新一下 嗯 好 现在可以了 那这时候就怎么样呢 你看你能够进行后面的操作吗 你不能够进行 你只有怎么样登录 登录的里面 你只有登录成功才可以 好你随意输入一些 你也登录不进 是吧 是吧 秒不正确 那么它永远就留在这个窗口 因为我这个里面呢添加了一个判断 就是怎么样 我们来看 登录表单 对 只有当成功以后 如果用window才close 它才close掉 是吧 其他情况呢 它就留在这里 那么你就不能够进行后面的操作 就说你这个用户如果不登录的话 就不能够进行后面的操作 但是我跟大家说 说过 这个文件是怎么样 暴露给这个用户的 怎么暴露给人呢 你看你这里 引入这种js文件 用户都可以看到 也就是说 用户他如果稍微有点常识的话 他可以知道 index.js 好 他甚至可以把你整个项目的下载 下载过去都可以 那么也会说 你这个提交的地址 这个用户 他怎么可以提交呢 他可以的 他把这个地方改成http 然后呢 你远程服务器的这 前面这一段地址 这个他就可以进行提交 是吧 他只是一个绝对的路径嘛 那么肯定也可以 是一个绝对路径 那么他肯定也可以进行提交的 这样他可以把你整个的下载下来 然后呢 把你这些东西全部改掉 改成他所希望看到的 这里这句话 这是什么意思呢 我跟大家强调了 就是说 你这个杰实文件 并不能够作为 控制你这个什么 权限的一个 依据 就是说他并不能够起到这个 当然 他可以防这个君子 但是他不能防小了 但是他不能防小了 是吧 一般的用户来说的话 他可以防止 但是如果说是有这种 恶意 恶意破坏的这种人的话 那么你是防他不了的 他可以把你这里怎么样 改成一个force 好 假设 把它改成force 那么他根本就无 刷新 就不需要进行登录了 我这里没保存 相信 强制刷新一下 看去F5 是吧 这时候你看 他就不需要进行登录了 而可以进行什么 首先就可以查询 查询倒是无所谓 就是一个客户 如果他只有查询的话 那倒无所谓 他还可以进行录录 甚至如果说 你提供的这个删除功能的话 他还可以进行删除 那这时候 怎么样 你这个系统的话 这个安全引放就非常大了 查询可以 一旦出现这种录录 他就可以怎么样 注入数据了 你看假设我是一个恶意侵入的用户 你看我可以在这里 添加了 谁进行添加 那么这时候我们整个网站的话 整个都怎么样 这个权限的话怎么样 整个这个项目 这个权限管理 等于说是 也就是说这个登录的话 等于就是一个摆设 是吧 你拿来看的嘛 他没其他用了 拿来看的 好 那这时候我们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 你借实文件 也不能够起到这个作用 好 我希望大家首先能够想到的就是怎么样 这个Action 为什么 我们首先应该想到的就是怎么样 在服务器上面来增加这个什么 权限的控制 这样的话才能够怎么样提升这个安全性 这是留着服务器端的 而留着服务器的东西的话 用户是很难改掉的 除了他侵入你这个服务器 否则的话 他是无法改变你这个服务器上面这个数据 那么也就是说 你直接对服务器上面进行一个限制就可以了 好 我们来进行一个限制 我们这里在这个 Commodity Add这个Action里面 我们进行一个限制 什么限制呢 就是说对这个用户 是不是登录了 进行一个判断 好 我们要判断这个登录的话 我们都是从首先呢 或者这个Session是吧 这个Get Session的这个方法呢 前面已经介绍过了 是吧 Action Context.Get Context.Get Session 注意 Session 里面这个Session 它是怎么样 作为一个Map来做的 下面这一个 好 再来获得这个用户的名称 User Name 等于什么呢 等于我这个Session 点 Get 什么 User Name 好 这里呢 我们继续一个强制的一新转换 然后在这个下面 我们就可以进行判断了 如果说这个User Name 它怎么样 不等于空 不等于No 并且 这个空 它也不等于什么 空 也说它里面有数据 是吧 我才怎么样 进行下面这些操作 嗯 是吧 进行下面这些操作 否则的话怎么样 Alse Alse的话就是说 这个用户怎么样 它没有进行登录是吧 这是登录的情况 不等于No 或者怎么样 不为空 否则的话就是它没进行登录 没进行登录的话 Return Next 什么 Login 让它反复到这个登录 这个里面去 好 这个我们做好了 我们来看一下 在这个Strax2里面还需要配置一下 配置这个Login 我们这个是叫Commodity Ad 是吧 上面添加 那里面呢 对你这个Login 是吧 Log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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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ogin的话 跳转回 跳转到这个哪个页面呢 这样好看一点 这样好看一点啊 index.html 好这次我们把项目的话 首先把这个服务器关掉 再启动 重新启动一下 好我们刷线一下 我们还是怎么样 就是说假如我们这个地方已经侵入了呗 可以随便来进行添加了 这时候它点击这个商品 商品信息录录 是吧 CommodityAd 然后输入 它就输入这个商品 商品名称 比如说 黑客来本 价格呢 10块比较贵 折扣没有 添加 我们来看这时候有错误了 有什么错误呢 因为它这时候返回的这个数据怎么样 我们这个地方是怎么样 做了一个什么处理啊 我们要把它转化成了这种接使用格式 是吧 从接使用格式 所以呢 这种时候呢 你就怎么样 这样的话是 不行 你看 它总是在这进行添加 为什么 因为它得不到这个返回的数据 你已经 Leturn到什么 你是点录印 这个界面去了 他也会说 这个到底起不起作用了 它起作用了 你可以到后面去看 如果它没进灯的话 那么它这个数据的话 是永远添加不上的 好 我们也可以这样 我们可以这样来做 因为这个里面是 返回这种接收格式 格式的 所以呢 这里不能这样处理的话 我们就这样来做 这点还是保存以前的这个状态 这个Leturn 这个Size的话 是都是这样的 都是Leturn 这是Size 这里呢 如果失败的话 False 然后呢 商品录入失败 请进行登录 提示它 请首先 首先 进行登录 这也可以 重新启动一下 我们还刚才我听见了 这个黑客来本的话 是没有添加进来的 是吧 大家可以看到 没有添加进来的 因为怎么样 它不满足这个条件嘛 这是我服务器在判断 你又没进行登录 而不再是客户端这里 就在进行判断了 客户端这里进行判断 只是一个辅助性的 对于我来说 好 还是黑客来本 加个10 最后1 添加 看 三品录入失败 请首先进行登录 怎么样 你没进 你没登录过 我让你进 是吧 这时候我们对于这个 登录的话 就已经成功的 加了一道防守墙 是吧 我们在这个美 X里面 给它加了一个防守墙 你这个的话 就不能够随意的了 你添加 你没登录过 添加的话 你就是没用的 我们判断用户登录 我们是在station里面来做 也就是说 除非你这个黑客 可以把这个station里面的 字改掉 否则的话 你就别想来操作 我这个里面的数据 好 那么如果说登录成功的话 是吧 登录成功的话 我们肯定 要让它怎么样 首先 或者这个station的这一句 我把它拷购过来 这就可以 还可以利用到 是吧 登录成功 如果说这个正常 用户上正常登录的 那么登录成功以后 我就要给它 这个station里面 put put一个什么 user name 这一个呢 user name 是吧 登录成功了 好 我们再识心应用一下 考虑两种情况 是吧 前面我们已经考虑了 不登录的情况 那么如果说用户 它暗设成登录了 我们也必须怎么样 是吧 好 OK 刷新 这时候 假如说 如果用户 它登录了 admin 这里呢 admin 7527 登录 好 提示它登录成功 这时候它再进行 录录 这时候 车型里面 已经有 这个unit 停加 这时候你看 商品就录录成功了 哦 这个是消费记录啊 前面 商品在上面 安全流了 是吧 给停加上了 好 就这样的话 我们就很好的控制了 这个什么 或者这个是不是 是否登录的 这个情况 因为我们在X里面 判断了 你自己登录了 才可以进行 这个操作 没登录过 你就怎么样 不能够进行 相应的这个操作 好 这边我们是在X里面 来做的 所以呢 这时候 就算是有人侵入 它除非可以 改变你这个服务器上面 的一些规则 当然这是很困难的 是吧 一般的话 除非你有很严重的 这个系统漏洞 或者其他原因 否则的话 它是不容易改变的 相比我们前面一种 通过XS来控制的话 这种要好了很多 要安全很多 好 有人会说 这种XS的话 要不要存在 也要存在 这就相当于 我以前跟大家讲过的 这个客户端教研 和这个服务器端教研 服务器教研 客户端教研呢 它是怎么样 它是防止这个用户 误操作的 而服务器的教研 才是这个什么 系统防复的最后一层 它才是起到 真正的这个教研作用 以及这个什么 防复 客户端教研呢 我们基本上 使用这种 加Scrib的实现 但加Scrib有说过 你这个代码 是暴露给这个什么 用户的 所以呢 它这个的话 是可以被用户怎么样 给创改的 而这个服务器端教研呢 那有人会说 你每一个都提供一个用户的判断 这样可取吗 不可取 我希望有一个东西 它能够怎么样 它能够一亿永劳 一劳永逸啊 它能够一劳永逸 就是说一次配置以后 以后永远都可以用 这个选取 这个代码这里 感觉不怎么灵活 我希望一劳永逸 一次性工作 能够做到底 这是最好的 好 那么这是有什么 有一个什么好办的方法呢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学过这个 Fight Fight过滤器 有印象吗 好 和这个Fight类似的一个东西 就是什么 我们首先谈这个Fight好吧 谈Fight Fight就是在我们请求一个页面之前 这是我们请求的这个页面 Page 过滤器嘛 它是进行过滤的 它在你上面加一层 加一层东西 好 当你进行请求的时候 你首先接触的是这个过滤器 它是你进行一个过滤 看你是不是登录 如果登录了 就进来 来登录 它又把你跳转回 另外一个页面 比如说登录页 这也是成功 这也是失败 好 这是这个Fight 我们再来谈这个Stray2 它的这个什么 拦截器 大家都知道 比如说我们这个3.0防守墙 它又一个拦截 是吧 拦截 所以呢 Stray2 也有这一个拦截 拦截是谁呢 在我们进行Action操作的时候 Action 就是我们一个一个的Action 是吧 前面是页面 注意啊 这里是Action 因为它也是 拦截器也是配置到这个Action里面的 但我们本来 我们要去执行一个Action 在执行这个Action之前呢 首先就会怎么样 进入到一个拦截器 然后呢 如果你成功 它就怎么样 让你执行 否则的话 它也可以让你跳转到另外一个页面去 比如说登入页面 而且呢 这个拦截器的话 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个概念 拦截器的话 因为可以有多个拦截器 而我们知道 这个3.0防护墙 它有防这个木马的 还有防这个病毒的 还有防这个LP攻击的 还有防这个恶意王子的 它有很多个 是吧 好 那么我们可以把Action看成是这里 而每一个拦截器呢 注意啊 拦截器的最开始 这比如说 这个是1号拦截器 它是防木马的 在这个最底下 就是说 你这样一个个完成功能 完以后 又到了怎么样 又会到它 它是在那上下两端 然后呢 是这一个 但我再来看看说 为什么会是这样 第二个 这个呢 是防这个 假如说 比如说 是防这个ARP攻击的 第三个呢 是这个 防止这个什么 恶意侵入的 好 就这样一种 而里面最开 最中间的是我这个Action 最先开始进来的这个 大家注意这一句话 最先进来的这个什么 拦截器 也是最后出去的时候 最后也是从它出去的 为什么呢 因为拦截器 它是这样一个配置 你进入一个拦截器以后 它首先实现自己的 一部分拦截功能 然后呢 它在它自己这个方法里面 来调用下一个拦截器 好 下一个拦截器执行 它又在自己的方法里面 来执行 好 一直执行到没有拦截器 如果你再往下面调用 就是这个Action 好 这些Action都完成了 那么也就是 你这个恶意输入这里呢 调用另外一个Action就完成了 那么就要回到你这个什么 这个方法里面去 所以呢 回到这个方法里面去 这个呢 和这个地规有点像 大家去想一下 和这个地规有点像 首先执行的最后出去 好 你这个Action完成以后 这个恶意输入这里呢 这个调用Action的话就完成了 那么这个恶意输入 恶意输入的这个什么 恶意攻击的 防止这个恶意攻击的 这个什么拦截器就已经完成了 然后它就完成掉 它完成掉以后 我这个LP里面调用这个A的这一块 它已经完成了 那么它就可以直线下去 一个一个的 到最后 这个第一个怎么样 防止这个木马的完成了 那么这整个就结束掉了 这是个什么 这是 这个多个拦截器 也可以叫做拦截器站 它的这个 运行的这个示意图 大家可以去好好理解一下 好 那么如何配置一个拦截器呢 我们在这里新建一个 包 con.i北风.intercept intercept就是拦截器的意思 是吧 我们新建一个 look in intercept 它怎么样呢 implement intercept 这个 好我们来看这个 intercept 它里面也有哪些 方法 我相信大家一看 就会有印象 这个和我们这个 fact里面 非常像 是吧 fact里面非常像 fact里面 这一个 就相对于我们里面 这个什么 chain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 chain 链是吧 它是用来调用下一个什么 过滤器的 在这里呢 它怎么样 叫做inwork inwork inwork 它是用来做什么 是的呢 它也是用来调用下一个的 它有一个inwork方法 如果你有多个拦截器 那么它就 调用下一个拦截器 要调用下一个拦截器 或者呢 x 如果你没有拦截器了 那么它就是怎么样 这个方法 所以呢 这个方法它是怎么样 大家注意看 如果说这个方法里面 它下面还有怎么样 还有这个 没有执行完的这个方法 那么首先会怎么样 大家去想 首先程序执行 执行 执行到这个地方 是吧 那么也就是我前面所说的 你这个拦截方法在做 比如说这是拦截器的1 1 它在执行 好 执行完的这一句的时候 它就调用下一个拦截器 或者x 比如说我只拍的一个 那么就是x 好 x 好 接下来当这个x 完成以后 它怎么样 又缓回到这个什么 这个方法 这个方法就执行完成了 它才继续往下面执行 所以那这个拦截器 这些证实我前面所讲的 这一个 在执行的时候 是这样一个兴趣 穿插进去 手 尾 两端 都有它 因为在弄这个方法的时候 直接当这个方法执行完 它这个才能执行完成 好 我们这里呢 再来看 也可以 因为我们每一次都实现 这个destroy unit方法的话 我们肯定会比较烦 那么来看 我们extend 它里面另外一个方法 它里面另外一个方法 obstruct intercept 有了这个方法以后 你不必再怎么样声明这个了 只要做这个什么 过滤 这过滤 里面我怎么写呢 很简单 其实 我首先呢 也是获了这个station 然后我通过session点什么 实际 unate get unate 好 如果说这个用户登录过了 那么也就是这个unate不得于now 并且呢 unate 这个空 点equos 这个unate 前面加个非 我才继续 降下一个软件器 或者呢 嗯 它这个怎么 好 继续降下一个软件器 或者呢 是怎么样 降下一个action else的话 否则的话 return 这里呢 可以做一个什么 我们来看unwork这个方法 它是一个什么 是gen result 你可以这样来负责 然后呢 这里叫result 是吧 return的话 就是这个return 这个result 结果 好 我们这个 如果else的话 用户没进登录 那么叫return 嗯 这个 action 点 好 因为我们这里呢 没有来实现这个 接口 好 action 是吧 点 rope in 就这个登录 页面 是吧 好 这里这个result的话 我们可以 把他怎么样 声明的话 换在上面 对于no 然后呢 result 这里呢 进行一个强制的行转换 ok 我们这个 栏接器呢 我们就配置好了 我们再来看 怎么在这个里面来使用这个拦截器 是吧 配置 intercept 这个呢 可以配置用来多配置多个拦截器 是吧 好 在这个里面 配置首先是栏接器的名称 我们叫rope in intercept 然后是它这个class con 点 i北风 点 rope in intercept 好 这个拦截器就做好了 我们在这个里面 怎么样 比如说我们在这个 天江的这个页面里面 我们要运用这个拦截器 是吧 就使用这个 引用 然后呢 拦截器 注意 你除了要引用这个拦截器 你还要引用一个拦截器 那就是默认拦截器 为什么呢 因为stress2它机制是这样的 如果你自己引用了拦截器 它就不会再去 引用这个 默认拦截器 而我们之所以开始就 怎么样 extend的这个default 接送default 它又怎么样 继承了这个stress default 这个你可以去看的 在这个 这个里面 接送 你看 它怎么样 extend的这个stress default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stress default 是just default 你看 它首先上面是定义它这个防徽的这个 isout这个type 然后呢 你看就下面 intercept 有这么多 是吧 intercept 而我们来看 它基本上默认的会使用哪一个呢 default stank 这是它默认使用的 默认使用的这一个 从哪里可以看出来呢 它这个里面应该会有写 你看 default 默认的什么 intercept RZF 等于default stank 也就是这一个 好 那么也就是说 在平常的时候 你只要继承了这个什么 接送default 也可以 just default 也可以 因为它本来也是一个继承的关系 是吧 那么你继承这一个 你也等于说是继承的这个什么 stress default 那么你这个里面 默认它就会使用这个什么 default stank 好 这是默认的情况下 但现在你怎么样 你在这个里面 引用了自己的 引用自己以后 这个默认它就不再提效了 那么你就需要怎么样 自己再去引用一次 default stank 如果你怕出错 就去拷贝一下 好 这时候我们把这个 停掉 然后呢 我们再来用 好 这个里面 好像我们本来有pads这个 为这个input的这个页面 好 假如说你用户不进行登录 你又是直接进行这个商品的录录 是吧 好 价格23 之后一 添加 商品录录成功 好 我们来看 这是什么原因呢 商品竟然录录成功了 是吧 我们来看这个 拦战器它有没有起重用在这里 user name 好我们注意看这个 这个里面 确实是这个商品添加的这里 是吧 对它进行了这个 OK 登录 我们再重新打开一下 好 这个时候用户它没进行登录 我们直接就进行一个录录 随意输入吧 这时候 1 2 1 停加 我们注意观察这个后面 我们发现这个拦截器 它有没有起效果 它好像并没有执行 是吧 录个in intercept 好 我们发现 好像是我们这个地方 这个包名没有写 是吧 inter cept 好 再来运行一下 你这里如果没配置正确的话 那么它肯定是找不到的 是吧 在这种地方的时候 如果你使用不了的话 首先你看像我一样的 我在这里打印一下 那表示这个拦截器没起作用 没起作用的话怎么样呢 加一个 在这里看一下这个class是不是已经正确 然后这个引用名呢 是不是正确 好 这次我们再来执行 商品的路 我叫 轻路者 价格呢 23 折扣1 评价 这时候什么 result就为空 或者不是为对线了 出现问题了 毕竟它是一个侵入者 怎么样 它这个就为no 然后呢 我们发现它并没有进行这个页面的跳转 是吧 我们来配置一下 这个里面 result name等于login index.html 好 我们再来运行一下 进行路路 进行路路 轻路者 23 1 评价 怎么样 这时候网易上有错误 因为我们驴特的这个什么 路过硬有错误 这个是 有一个问题 确实存在 就怎么样 接收音格是 和我们这种 strass2进整合的时候 如果是这个拦截器的话 它怎么样 确实存在这个问题 这个是无法避免的 也毕竟它是要接收音格式 而我现在的话呢 是怎么样 跳转的是怎么样 你特认是action.login 那么就找这一个 是吧 但它并没有跳转到这个index.html 这个页面 这个也与这个 dgs 它这个提交的这个方式有关 好 这时候 反正我们可以防止这个什么 侵路者进行注冲 你看这个侵路者的话 它是添加不上的 如果你进行了登录的 admin admin 9961 好 登录成功了 你再来进行录录 好 比如说这个 网绕机 好吧 网绕机 价格 3块5 不打折 添加 这个呢 就没任何问题 如果你是登录的用户 就没任何问题 admin 是吧 就会直接执行这一个 好 对恶意迁路的用户 我们怎么样 它根本这个 就会一直在这里添加 然后添加不进 我们这一种呢 也是一种处理方式 但是我这里呢 本来是希望它怎么样 能够跳进到这个 登录页面 I型的路过硬 登录页面呢 就这个index html 但是因为它这个本身 是这种 接收音格式 所以呢 它在返回的时候 是用这种 接收音格式来返回的 就是说 它这一种好像并不好用 是吧 但这个并不影响我们 是吧 我们毕竟已经防止了 这个用户进行怎么样 恶意的这个不注册 然后呢 去直接进行这个操作 现在已经限制了 因为我们加上了这个什么 路过硬 intercept 好 现在有人会说 你是不是每一个里面 都要这样来加呢 不一定 我前面就说过 我可以怎么样 在这个地方做一个什么 定一个 上面已经有了 intercept 我可以在这里做一个stank 然后叫做mystank 在它里面 首先引用谁呢 look in intercept 然后呢 你用这个默认的default stank 好 这个就是我这个mystank 好 这个我做好了 是吧 我们再来看 default default是谁呢 我们就是这个mystank 那么我这些下面的话 就可以不用一个个 再单独去做了 我现在已经使用了 这个默认的这个什么 拦截器引用 拦截器站 你可以看见是一个拦截器 这里的话 这是R2非常特殊一个地方 拦截器站 也可以看见是一个拦截器 这是我们拦截器 这个呢是拦截器站 两个组合体验 所谓一个mystank 拦截器站 然后引用的时候 又是引用的 这个是什么 default这一个 是mystank 好 这是我再来执行 大家看这里面 我们也引用了吧 这下面每一个x型 我都没引用 都没引用 好 对面引用的话 因为它首先不登录 直接来进行查询 我们来看查询这道吗 不管你等多久 等几年 这里都出不了 因为你这个x型 已经被怎么样 被拦截了 你看这里文道 已经被拦截了 那么这根本就 查询不了数据 添加数据呢 你看 只要是碰到x型 这里就会有错 所以说你这个用户不登录的话 你根本 我这个系统 你根本就用不了 根本就用不了 好 你登录了 登录了的话 那么这个用起来的话 就是一样的 啊 这个地方有一个问题 就是我们这个 如果印的这一个 是吧 大家去想 如果印的这一个 你还没进登录了 就不要进行拦截了 是吧 所以我们这个地方呢 还是有一个小问题 就是呢 这个默认的拦截器呢 它怎么样 不要应用于这个什么 登录的这个里面 因为登录 因为我还没进行登录呢 没进行登录的话 你就把这个拦截给加上 这样的话 我就根本就无法怎么样 来做了 那么你就自己给这里面 买一个怎么样 加上这个拦截器的引用 MassDank 啊 就这个地方 当然你可以做这个 把这个登录的话 做到另外一个 这个命名空间里面啊 这样的话也可以 这要我简单一点啊 没 也麻烦一点 但是每一个都添加上 是吧 刚才那种方式呢 他把这我这个 如果印的这一个 他也给拦截掉了 使得我这个 我还没登录的时候 他就已经判断了 我这个什么 这个用户 好 我们等一下稍微 好 如果没进登录 还是查询不到任何东西啊 由这里为 为什么 为Now 是吧 查询不到任何东西 那如果说直接登录了 Admin Admin 75 86 登录 好登录成功 登录了以后 那么你查询 就怎么样 畅通无足了 这是我们对这个安静性的这个问题 好的 这里呢 对这个拦截器的使用呢 大家 再去琢磨一下 好吧 好了 我们本讲关于这个 如何提升这个项目的安静性呢 我们就介绍了这么多 当然我们这个安静性呢 也只是一点皮毛而已 是吧 大家可以如果说 想往这方面走的话 也可以一直走下去 对这种项目的 这种安静性方面的东西 好了 我们本节的话就到这里结束 欢迎大家访问 北风网 我们的网址是 谢谢大家收看 我们下次再见